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心血来潮来重置一下我自己的 虎夫骑射的变形金刚幻想时间第47集 来自于Transformers Prime First Day Edition The Last Class的Curt Jumper 飞过山或台湾翻译成跳崖者 这对我来说在我众多的1000个变形金刚里头 它是属于对我来讲的纪念性是属于前几个重要的 有几个点了 第一 当时的这款玩具它是我第一款购入的领袖之证的玩具 当时的Prime推出的时候动画片我还没看 对它的玩具一开始也没有特别的兴趣 我在反斗城看到了这个家伙 我想起来好像有人说这款家伙不容易买 当时我只是冲着说它的吸油度比较高 我就把它给购入 当时F1版推出的时候呢 RC跟这个Curt Jumper是属于比较难买的 Bumblebee First Day Edition的Bumblebee那个时候是堆积如山没有人要的 后来变神物对不对 那么呢F1版的玩具呢 每一个都很精彩 每个都是精品 那么这一款当时是第一波里头 属于非常非常不容易买到 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反斗城就这么101盒就被我给买到了 那玩了之后我真的是非常惊艳 我当时在做第47集的时候呢 我曾经形容过这个2011年下半年度推出的F1版的这个Pride玩具呢 胜过变异金刚第三集 任何一款的Deluxe等级的玩具 我当时给它的评价是如此之高 即使到了今天经常自己打脸的胡不提升呢 也不想推翻这个说法 我至今我一旦觉得我当时这个说法是对的 这款玩具超级的精彩 那第二个它是我送给老肖的第一款的玩具 当时它在美国呢 一直买不到F1版的玩具 只能够玩RID版 那后来我有跟它做一个玩具的交换 而非常巧的就是呢 那个时候的台湾F1版的玩具呢 大量的再版 而且刚好跟上了这个Pride第三季的玩具要上来 所以F1版的玩具当时大跳楼 大跳楼 这一款刚好再版又大跳楼 所以台币四五百块钱就可以买得到 非常的便宜 非常的便宜 那么呢 第三个点 后来我才知道一件事情 很重要的事情 这可能没几个人知道 这个Crewdjumper跳楼的这个人物 他在领袖之证的动画片里头 第一季的前两集就挂了 就领便当了 然后之后的二三季好像会再出现 但是都是以回忆的片段来登场 那么以回忆的片段登场的配音员有换人 各位你知道吗 在F1 在First Edition 就是第一季的时候呢 在Pride第一季 这个人物的配音员是巨石强森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对不对 现在回头赶快去点一下听听他性感的声音 那个就是现在非常红的巨石强森 当时2011年的时候他可能还没那么大的名气 但是也已经很红了啦 所以呢这一款玩具有很多的对我来讲是个非常多小彩蛋的一个玩具 那上面这个牛角呢是软胶件啊 上方的又已经发黄啊 随着岁月的眼镜啊 然后当时的话呢 我还记得这个胸口的话呢 在人形状态下为之没有办法把它完全的打开啊 硬掰了几次之后啊 就稍微有一点塑胶变形啊 车头车的顶盖已经有点封不起来了 顶盖的部分呢 他因为是蓝色通明件啊上了红漆所以就感光啊 反光的一个烤漆的感觉会比较强烈啊 比前方的这一种塑胶的红色为再好一点 这是个非常造型非常经典的muscle car 然后这个地方有排气的管子 当时的轮胎还是打着毛钉啊 上着非常古典美啊 这个香槟银的一个配色 或车尾的话 虽然没有车尾灯啊 但是还是有银器的点缀 当时通明件的用法还是相当大方的 滚动性的话呢 也是 看这个多舒服的一个滚动性啊 这款玩具对我来讲 超级的喜欢 非常有爱 我记得2011年那个冬天啊 这个领袖之障的玩具刚推出的时候 是我完毕竟刚玩的最开心的一个年代了 这个车头啊 你看这个 还记得我当时的影片的时候 我抱怨这个地方有个小意气啊 现在来看这简直是一点点小问题罢了 对不对 然后奥特巴的标志呢 这一侧呢 是只有一个浮凸却没印出来 另外一侧呢 才有把它打印出来 利用这一集来跟大家做个分享 来玩一下这个变形啊 我当时是做一个人变车嘛 那这一集的话我们就车变人吧 这两腿的部分的把它给打开 打开之后我们把它给往下翻 这个地方呢 这个腿的话呢 这里有个大旋转旋转上去 这里也是一样啊 这打开之后呢 它这个翻转的时候呢 只能转一个角度 你转错变的话是转 转不过去啊 就这样子顺势的把它给翻过去 翻过去之后呢 两腿呢放下来 然后这里有一个往外折的关节 这个时候呢 把它往内缩进来啊 这里有一个双动关节缩进来 然后呢 这个腿的话呢 这里有一个蓝色的一个透明件 翻下去 脚掌翻出来 脚的话呢 做一个对折 这个变形方式呢 在之后的这个 这个 Titan's Return的那个 Sgt.Carp 身上的话呢 也是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 腿完全伸展开来的一个变形 当然它可能不是第一个 可能更早之前还是会有的 然后呢 这个部件先往上踢起来 我们做一个 腰转180的一个动作啊 腰转180度过来之后呢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把身体的一个部分 给做一个解开了 它的这个 当时这个F1版呢 完胜 大胜 不要讲完胜了 大胜好吧 大胜ID版 就是它这个手臂的一个 扎实的一个程度了啊 这个部件呢 把它给打开 然后呢 整个手臂呢 自然的把它给翻折出来 这块部件往上翻折上去 手臂的部分呢 把它给折下来 这里 放出来之后 手臂自然的将它拉出 这个部件往上 盖 这个盖板盖下来 再来的话呢 把这个 这里是一个很巧妙的一个变形 在这里啊 就是它的一个背包这个部分呢 它是要把这两块部件呢 这里两块部件解解锁之后放下来 然后呢 然后呢翻出来的这个这个部件啊 就是两侧的这个两侧的这个车头灯的这个部件呢 是往下面推到前方来啊 变成是它的一个类似于是一个腰带的一个部分啊 或者是说腰身的一个部分就放到这个位置上 然后呢这个这个后方有一个凸啊 跟这个对应边这里有个洞把它给扣上去 然后这个腰带就自然的到前方来了 我们的一个Transformers Prime First Day Edition The Last Class的Cruid Jumper呢 变形了就算完成了 照它的一个标准那个变法的话呢 这个胸口这个部件啊 是应该要往两侧再做一个更大的打开 但是呢 事隔多年我依然没有办法把它给推开啊 只能够还应该往两侧撑开 但是我这一侧的一个胸口 真操度比较高啊 这个不愿意撑开 那么完成它的变形 其实以人形的还原度来说 罗巴三迪才那个版本呢 是胜过这个First Edition的版本 它的一个所有的这个车子的一个资源呢 全部集中到它的一个上半身来 所以它的手臂呢会非常的粗壮 下半身就显得很单薄 我当时形容说是穿红色的西装裤啊 就非常的简单 虽然说这里也有一个假轮胎的一个造型 但是呢 比起RID版的一个人形的均衡度来说 这一款的以人形的美形度来说是比较弱的 但是在变形的一个这个乐趣度 设计度上面的话呢 这一款倒是影响很多 特别是它有一个这个与变形无关的一个手炮的一个替换 这个地方翻过去之后呢 将这个手的话呢 转过去啊 就会变成是一个手炮 而且这个确实是在动画片里头呢有出现的 而且这个手炮呢 两手都有 而且在变形的时候呢 你也是可以以手炮的形态下呢 来完成一个车子的变形 是无所谓都没有没有影响到的 所以这是一个自带一个变形机关的一个手掌 当时也是颇说好评的一个啊 上半身是感觉没有RID版那么样的一个喜炼 但是以变形的设计度来说真的觉得是决赞的一款作品 经过这么多年拿在手上把玩呢 这种变形的逻辑性啊 手感啊 还是非常感人的啊 非常值得纪念的一款玩具 利用今天的一点点时间跟大家做这个分享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